再来我现在就要介绍outlier 什么叫outlier 首先请点它 请点数字 因为我觉得讲数字会比较方便 这个叫资料行散发 请问一下 当你今天 我觉得以数字来去看 可能会比较好 在这个地方 你有没有发现 就是以零数来说 台湾就是有很多很多个 就是线的一个零数 然后它这个零数 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趋势变化 那这边这个人口数 男跟女的变化 它分成这样子的呈现 它只是把它的一个分布 呈现给我们看 这就是它的分布图 可是我要讲的是 这个资料行设定档 所以等一下请你点资料表的资料行设定档 请问什么叫outlier outlier简单的说 我们有两个就是四分未差 就是Q1跟Q3差值的三倍 这是很多人在使用的 也就是说如果说大家出现的数字 集中在多少到多少 因为它这边呈现的 并不是我们真正知道的那个分布图 可是它这边有出现说 最多最多出现235次 589次因为这边是最多出现的 可是来去看如果这边有一个出现1万次 那个1万次我就觉得它应该就是一个outlier 可以理解这个意思吗 就是如果有出现次数很少 而且这个值是在这个数值范围之外 例如说这边大概看到可能最小22到1032之间 对不对 也就是说大概出现次数 这个村里数 有的县市的村里数是22 最多也就1032 大概是这样子一个范围 如果说这边出现了一次 例如说5000 那这个数字应该就是一个outlier 可以理解我现在说的这件事情 所以当你今天去看这个村里数 它这边告诉我们说 在1000次的计算里面 最小值22 最大值1032 那我们这边就要来去看说 它的这个出现很少的次数 如果如果有在 有在就是最小跟最大外面 很外面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把它视为是一个outlier 好 所以村里数目前看到是没有outlier 0数 这边有没有看到 0数的范围就很大咯 最小值137 最大值22 可是它没有出现那个一次的两次的 那就代表说基本上都没有outlier 好我们来看那个人口总数的变化 你看人口总数的变化 应该说各线是人口数的变化 好 这个是 我提供给你们一个outlier的一个监测的一个方法 就请你们稍微了解一下